猛猛股海您是否总是租套房心力交瘁 就让保险公司投资经理人陈彦荣正齐双分析师 产业选股加上独创A指标 科学认证过滤高低位阶 协助您在正确位置出手 让您的股市人生开始制定 欢迎收听股市A指标 摩尔投顾110年尽管投顾新资第026号 各位中广新闻网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摩尔投顾证券起货分析师陈彦荣 好很开心在今天目前在整个录影的时间 是约莫在12点06分左右 那么在此时此刻来跟大家分享 彦荣老师对台股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心得 那当然在节目开始之前 要来跟大家来先恭贺一下 那么年前 那么跟大家预告可以买的股票 还有在这个本周的工商时报投资竞赛 那么也在2月6号 那么礼拜天在我的粉丝团 跟各位朋友们直接直接公开的给大家看 结果这个礼拜成绩表现怎么样 等一下一并做分享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 也欢迎大家来跟彦荣老师做结缘 因为一旦结缘之后 那么您会领先市场 领先的去做应变 那包括在孤儿兹倍数计划班会员的行列 欢迎大家来跟我结缘 也欢迎大家来加入我的粉丝团 如何加入粉丝团呢 好那么第一时间您可以 那么在这个地方来刷这个LINE的QR Code 以及Telagram的QR Code 那么我们中广新闻网的投资朋友们 可以准备好纸跟笔 待会在广告时间 我们会有一个LINE ID的播报 那么大家可以抄写下来 用LINE ID的方式来做一个搜寻 那么不管用什么形式来加入我的粉丝团 请记得要跟我做互动 如果没有做互动的话 会被系统剔除 就看不到标股 那么互动的方式 包括传贴图进来 或者是跟我说说话 或是留下大名联络电话 通通都可以 好我想在这个地方的话 来跟大家分享的 为什么您要来加入我的粉丝团 要传贴图进来 要跟我互动呢 因为我在2月6号 那么要开红盘前一个营业日 之前廉价的最后一天 我直接告诉大家 我的工商时报 投资竞赛 投资竞赛 我这一次提出来的股票是谁呢 就是这个联华 华金科 台积电 金利科 景硕 这次猜得比较准 这次猜得比较准 那么因为说真的 燕容在最近特别忙 因为下午有多了一个广播节目 那晚上7点半也有一个 运通财经台的节目 那我们YouTube影片 那所以盘中就要准备这个资料 那燕容是尽量 大家随意 我尽量 我尽量把这个 做到大家皆大欢喜 这一次猜得比较准一点 包括总计目前看起来 今天礼拜四 那么这个礼拜 工商时报投资竞赛 有可能是怎么样 坐二望一 或者是坐一望二 那么 帮大家的福气还不错 那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到 在这里的话 包括华金科 那么到2月9号 2月8号涨8.5% 2月9号再涨了这个5.5% 好 那另外呢 在这个景硕的部分 那么在这个 也是过年前所提出来的 那这一次投资竞赛也提出来 一共大涨了25元 所以呢 一档三成 三档资金翻倍 股市当中如何创业 欢迎大家来加入 我的孤儿兹倍数计划班 五两期 孤儿兹倍数计划班 那么或者来预约我的 出生段的技术班的课程 还有一档是谁呢 哇 涨不停的股票 1229的莲华 这个也是我这次投资竞赛的 投资组合 那所以今天 就过来 晏龙老师在 今天已经开始在布局 下礼拜要 其实明天收盘 我就要提出我的股票 交给工商时报 工商时报 有十几二十万人的粉丝 所以股票为什么 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今天明天要先布局 这样知道意思吗 你要领先别人先布局 有兴趣的 明天最后一天 所以加我的粉丝团进来 或打电话进来 留言标股加一 明天早上我带你做布局 好 那我想在这边的话 大盘的看法 大盘的看法 第一只脚反弹 那现在的做法是要换股操作 换股操作 那这个盘会马上拉回吗 就指数而言应该不会 主力成本线 我在证据业超过16年 自创的A指标当中的 主力成本线判断接近上涨 或者是判断接近下跌 怎么看 主力成本线距离零轴蛮远的 所以算是安全 安全 那主要是台积电称指数了 所以还是要选对股票 要选对股票才有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面临的是1月19号的一个 跳空缺口的这个压力区 这个地方接下来会 稍微开始震荡了 如果关键位阶 手稳的话呢 是还有机会攻 那至于这个大盘的关键位阶 我把它留在我的粉丝团当中 我每一天都会告诉你 攻击的多空分界点 那这个位置的用法就是 如果你要出股票 那或者是涨多的 或是弱势的股票 攻击的多空分界点 站不上去你就先卖 那另外还会给你一个 首盘的多空分界点 你心中有一个Mr.Right 有一个目标股 什么时候要进场呢 就是那个位置 守住了你就可以进场 你会买得非常漂亮喔 好 以上是大盘我的看法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 股市当中如何 一档三成三档资金翻倍 当然就是买得便宜一点嘛 如何买得便宜 就是A指标数据 跟股价同步出现低点 这就是我的工具的做法 这次3665的茂连 1月14号出现242的低点 A指标数据正好出现低点 一路拉上来 那么10天就一档三成了 但是如果你是用K线突破 你会买在280附近 用成交量突破 出量你去买 你会买在290附近 这样就落后我们两成以上喔 所以呢你学习一套方法 这个叫A指标的这个技术班的 A指标的出身段技术班密集 你就是这样做的就这样做的 所以呢你看到包括在我的景术 为什么我在1月24号10点08分 带货员买进去3189的景术 买在200块以下 为什么 就是A指标数据杀到前面低点 这个就是A指标出身段技术班 要教授给大家分享给大家的 重点就在这里 但是现在景术已经去25块起来了 感动力我觉得不要追囉 3189的景术不要追囉 我已经跟你提醒了 你不要自己去追这个股票 那如果你有景术的该如何处理 在这个地方需要协助的 也可以跟我们做咨询喔 好那如果你想要预约 出身段的技术班课程的 赶快来预约 那么本来是密集啦 那我想现在把它 录成这个线上的课程 所以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请大家来预约 利用传统的技术指标 来达到A指标的效果 可以拨打0800你的电话 或是加粉丝团进来留言 来做预约喔 好那么看到了景术跟利基 跟这个这个帽连啊 那低点出现的时候 你没有跟到吗 那有没有这种股票呢 有喔来看看这个利基啊 利基前面我在这个 12月初我就说不要追 因为这个A指标数据 拉到前面高点 这个叫压力啊 所以A指标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认定高点你不要追高 你听我的话的 你这段两三成不用赔 那现在呢 现在我不看坏喔 因为A指标数据 接近前面低点 当然这不是在报名牌 关键价位站稳 它才会攻击喔 否则会持续做一个扩底 总之是相对低点去附近 不要杀低了 这个是6770的利基 这个我个人的看法 那另外呢 当然我想这个是初生段的股票 那目前有初生段的股票吗 有 我认为3228的经历科 基本面也不错 前三季赚了2.6元嘛 法人占买方嘛 我的A指标数据 有创一个最高点跟一个次高点 这叫做西班 所以呢 这个地方经历科 我觉得如果关键价位站稳 3228的经历科可以注意喔 好我想 当然工商时报投资竞赛 下礼拜我 我会有一档股票 其实我今天已经有带会员先布局了 我觉得明天还有机会 那这档工商时报 投资竞赛的标股的第一档 那么前三季美股盈余大成长 技术现在形而转强了 请大家把握明天跟上 孤二支的倍数计划班 一档三成 三档资金翻倍 欢迎拨打电话进来 或私讯留言进来 一起来打拼喔 好那么想要参加我们这个 孤二支倍数 孤二支五两支 孤二支倍数计划班会员行列的 想要预约A指标出身段 技术班课程的好朋友们 也欢迎大家 透过拨打电话的方式 或者是加入粉丝团留言的方式 来跟上脚步喔 好那么今天节目呢 那就分享到这边喔 也预祝各位好朋友们 操作顺利 拜拜 进广告楼 有机金广米新上市 毫无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穿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 23年来都在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锈谷软锡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鼓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广米有机白米 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亭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跟各位投资朋友们分享 彦荣老师的孤儿兹倍数计划班 一档三成三档资金翻倍 把握第一季的签顶行情 学习出身段的技术班秘籍 邀请好朋友们参加会员 或者是加入粉丝团的行列 欢迎拨打0800668085 0800668085 或者是赖小老鼠 JUK2515J 小老鼠 JUK2515J 把握第一季的签顶行情 学习出身段的超盘秘籍 欢迎好朋友们加入会员的行列 或者是加入粉丝团 欢迎大家来拨打0800668085 或者是加赖小老鼠 JUK2515J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